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白鹿加盟微博之夜 红毯造型备受期待 今日 备受瞩目的年度盛会微博之夜在天星光 实力派女演员白鹿官宣加盟 消息一经传出 立刻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和期待 作为近年来在影视圈展露头角的新生代演员 白鹿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此次微博之夜 她将带来怎样的红毯造型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白鹿 原名白孟严 中国内地女演员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2级表演戏 她凭借在多部影视剧中的出色表现 逐渐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特别是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饰演的刘鹰一角 更是让观众见识到了她的演技实力 此外 白鹿在烈火军校世界欠我一个初恋等作品中的表现也颇受好评 此次微博之夜 白鹿的加盟无疑为盛会增色不少 作为一年一度的娱乐圈盛事 微博之夜汇聚了众多当红明星 精彩程度可见一斑 而白鹿的加入 让这场盛会更具看点 粉丝们纷纷表示 期待她在微博之夜的红毯造型 希望能看到她优雅、大气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 白鹿在微博之夜的红毯造型一直备受关注 此前 她曾在微博晒出自己为微博之夜准备的礼服 引发网友热议 此次微博之夜 她将带来怎样的造型 成为了大家猜测的焦点 不少粉丝表示 期待白鹿在微博之夜现场 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成为红毯上最耀眼的存在 微博之夜不仅是娱乐圈的盛事 也是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在这个特殊的夜晚 明星们将其聚一堂 共同见证过去一年的辉煌 而对于白鹿来说 此次加盟微博之夜 既是对自己过去一年努力的肯定 也是与粉丝们共享荣誉的时刻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她在微博之夜现场的精彩表现 为她加油助威 最后 再次恭喜白鹿加盟微博之夜 期待她在红毯上的惊艳造型 同时也祝愿她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越走越远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2.白鹿夺取《卑贝资源》 与张大大结盟 力争领导地位 白鹿进入张大大的朋友圈了 近日 张大大在社交媒体上 晒出了一张自己与白鹿 以及关小彤的合照 并亲切地称呼两人为公主 照片中 张大大和白鹿看起来心情大好 笑容满面 此外 张大大还在某音上 分享了与白鹿的视频 可见两人关系确实不错 大家都知道 张大大 杨幂和贝贝 曾是圈内出名的好闺蜜 经常一起分享合照 私下里也经常聚餐 然而 在贝贝被封杀之后 张大大和杨幂立即远离了她 如今 贝贝的处境变得无人问津 而与白鹿的交情却变得火热 这让人感到有些心寒 在奔跑吧中 白鹿和贝贝一直处于竞争关系 白鹿凭借自己的实力 逐渐抢走了贝贝的风头 尤其是在贝贝翻车后 白鹿不仅夺取了她的机会 还接替了安穆希的代言人位置 白鹿在奔跑中也成为了绝对的C位 镜头和戏份都比其他固定主持人更多 虽然李承和郑凯是节目元老 但如今流量至上 白鹿自然顶替了蔡徐坤的位置 然而 白鹿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 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仅仅在八年的时间里 白鹿就已经成为内地娱乐圈女顶流 她的确拥有一定的实力 但这八年来 白鹿也为之付出了很多 否则她也不会用青州以过万重山 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然而 正是这句话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起初 白鹿只是一个小网红 在鹿虎流言MV中担任女主角 正是因为这个契机 白鹿被余政看重 签约余政公司 并得到了很好的资源 即使是在担任配角时 白鹿也能够立押女主观小童 成为海报的中心人物 之后 白鹿的资源越来越好 接演的剧本都是女主角级别的 因为她与多位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如任嘉伦 王赫蒂 张灵赫合作 白鹿的资源越来越丰富 因此 她的话语权在业内也越来越高 虽然白鹿的成就令人羡慕 但她的道路并不容易 然而 相对于白鹿的崛起 贝贝却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这两个人 的确是风水轮流转 但是 我们要记得 生活中总有起起落落 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白鹿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走到了今天的位置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会继续努力 展现更加优秀的一面 总体而言 白鹿的进步和成就 确实让人感到欣慰 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这也是鼓舞人心的势力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要付出努力和耐心 不断追求进步 只要坚持不懈 我们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